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逸祥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严昊 营养是一门预防医学 年纪大了总是会开始担心得到三高 担心体力不好或担心记忆力的退化 其实用吃的也可以帮助我们保养头脑 延缓认知力退化的风险 我们今天就请严昊营养师跟我们分享 如何用吃的就可以保养头脑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护脑饮食叫做麦德饮食 它融合了地中海饮食和德树饮食的特色 让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 研究指出麦德饮食可以预防湿症的发生 这个饮食形态推荐十种有益食物与五种需要避免的地雷食物 十种有益食物包含 犬骨,例如糙米,狸麦,燕麦片等 每天至少三个 豆类如黄豆,黑豆,毛豆等 每周至少四餐 家禽也就是所谓的白肉 如鸡肉 不建议油炸 每周至少两餐 鱼类 例如鲑鱼,青鱼,秋刀鱼等深海鱼类 每周至少一餐 生绿蔬菜如菠菜,青花菜,地瓜叶,A菜等 每周至少六份 其他蔬菜也就是其他颜色的蔬菜 例如菇类,甜椒,萝卜 每天至少一份 莓果也是麦德饮食的一大特色 例如草莓,蓝莓,蔓越莓等 每周至少两份 橄榄油建议作为主要的烹调用油 坚果,例如杏仁,核桃,腰果等 各式坚果多样摄取 每周至少五份 红酒每天以一杯约120cc为限 另外麦德饮食提到五种地雷食物包含 奶油,乳马铃,不建议作为烹调的用油 每天少于一大匙 起司,每周少于一份 红肉,例如猪肉,牛肉,羊肉和其相关的制品 每周少于四餐 炸物,尤其是素食,每周少于一次 糕饼,甜食,例如冰淇淋,糕饼,蛋糕等 每周少于五份 接下来让我们实际把这些食物融入日常里吧 将麦德饮食融入生活其实很简单 今天要介绍的是麦式饭团 材料有五谷饭 里面拌入莓果和坚果 橄榄油香煎过的豆包 穿烫后拌过胡麻酱和黑芝麻的青姜菜 还有红萝卜 那我们海苔切半但是不切断 再来依序放上坚果拌饭 红萝卜 豆包 青姜菜 然后依序把它折叠起来 再用保鲜膜把它包紧 再用保鲜膜把它包紧 我们就把它从中间切开 麦式饭团就完成了 搭配莓果更加分 相信大家对麦德饮食已经有初步的了解了 如果有任何与饮食和营养相关的问题 记得找专业的营养师咨询哦 我们下次见